哈哈,爆笑穿越来袭,多人有声剧,快穿只反派又黑化了,作者裸奔的馒头,演播一刀品 第八十二集 南巡这才发现,自己在他的怀里,于是一下坐了起来 呵呵,干笑了两声,开始转移话题 哎呀,爸爸,您怎么换车了呀,这么小,保镖们坐哪里呀 原来那辆家常轿车,最后一截儿,坐的可是四个黑衣保镖,贴身保护历琛 没办法,到了历琛这种地位,祖上还是混黑道的,不带点保镖不放心 可这一次,历琛为了找人,竟连贴身保镖都不带了 他们转移到暗处了 历琛淡淡地回了举,南巡瞧他这冷淡的模样,明白他还在生气 刚才,虽然跑马跑了几圈,但他仍然愚怒未消 南巡乖乖地不说话了,打算继续睡觉 然而,就在他刚刚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历琛脸色皱变,一下将他推倒在座位上 下一刻,南巡听到枪声,眼睛刷一下,就瞪大了 历琛 宝贝别怕,你乖乖在这躺着,千万不要起身 即便在这个时候,他的语气也是不急不缓的 老赵,继续开车 司机老赵显然是见过场面的 手上一打转,车子便在路上来回变换着路线 让后面跟着的人无法对准目标 历琛从暗阁里掏出了一把黑色消音手枪 对准了后窗玻璃,然后瞄准一个点,连射几枪 南巡听到了不远处传来刺耳的刹车声 好像是开车的人被历琛打死了 车轮胎也爆了一个 这时,暗中跟着历琛的保镖已经同那车上的人展开了枪战 砰砰砰的枪声响了好久 等到那枪声终于消停了下来 历琛呼得道了一句 老赵,掉头 老赵低声咒骂起来 历琛,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您的行踪 历琛的目光变得冷冽至极 但队上那蒙住了的女孩 便稍稍收敛了眼里的杀意 她将南巡抱到怀里 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宝贝不怕 南南不怕 坏人已经被抓住了 爸爸,这就带你去解雇了他们 现场很混乱 一辆抱了胎的小卡车 七八个变装男人已经咽了气 胸口被子弹打成了马蜂窝 唯一的一个火口被黑衣保镖踢跪在了地上 丽严,您看这唯一的火口是不是得压下去拷问一下啊 丽琛呼得一勾唇 将南巡抱到了自己的胸前 禁锢在了自己的怀里 然后凑近她耳边 低声揉雨地道 南南,刚才就是这个人要杀爸爸 你说,她是不是该死呢 南巡舌头有些打结 该,该,该死 丽琛如魔鬼般的低男声 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 带着一丝蛊惑般道 那奶奶来结果了她 就当是为了爸爸报仇 好不好 嗯 南巡的表情僵住了 连忙道 爸爸,不如我们将这坏人送到警察局吧 丽琛听了这话 哈哈笑了两声 掐了掐她粉嫩的小脸蛋 奶奶真是太可爱了 咱们道上的事 自然要按照道上的规矩来办 警察也不会趟这趟浑水的 说着 她将手枪递到了南巡手里 从身后抱着她的腰肢 来奶奶 杀了她 杀了她给爸爸报仇 南巡的手在抖 差点握不稳枪 那人看着 对准自己的枪口 吓得大吼大叫起来 啊 啊 啊 丽严 你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你就不知道暗中要杀你的人是谁了 丽琛并不管她 只是耐心教导自己的女孩 快动手啊 奶奶 表现好的话 爸爸回去奖励你 嗯 南巡都快哭了 丽琛无奈地叹了一声 唉 奶奶真是不关 这点事都做不好 来 爸爸帮你一把 画壁 她的大掌 突然包裹住南巡的 猝不及防地 一直扣下了扳手 接着便是 砰砰砰的三声 呛呛正中 那人的恶心 南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在自己面前倒下 在地上抽搐几下 然后咽了气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 心脏咚咚直跳 将这里处理一下 历琛冷冷地吩咐了一句 直到自己被历琛抱上了车 南巡的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 小八 我杀人了 怎么办呢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不是你杀的 是你历琛爸爸杀的 扳手是他按下的 不要想太多嘞 再说了 刚才那人手上沾了不少人命 杀了他也算为民除害 南巡还是挣了好一会儿 刚才高度地紧张 让他身心疲乏 很快就睡了过去 也不知车颠簸了多久 最后终于安静了下来 迷迷糊糊中 南巡觉得脚上一凉 还听到了叮叮当当的响声 南巡嘴里嘟囔了一声 翻了个身继续睡 等南巡醒来 瞅着那根套在脚腕上的长长筋链 整个人 有点 懵 小八 我刚才睡着的时候 发烧了什么 不知为什么 虚空哨的声音 听起来很兴奋 哎呀 爷亲眼见识到了传说中的小黑屋不累 你自个儿瞅瞅啊 这脚链子他们打造得多精致啊 我估估着 你历尘爸爸从一个月前就开始令人打造了 哦 对了 他有事出去了 怕你再跑 所以在你腿上拴了一个链子 男巡 抬起脚链子瞅了瞅 然后放到牙齿里 咬了咬 哇塞了一声 小八 这好像是纯金的 啊 小八 哎 我去 你这个女人的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么长的一根 都是金的呀 只好多钱呢 而且小八你看看 这脚链 他磨得多精细啊 哎呀 你要是去下个世界的时候 能一块带走就好了 哼 小八觉得 这一生最欣慰的事情 就是遇到了南巡 这么个神经大条的人 这个链子长度特别适宜 眼看着还差两三步 就到了卧室门口了 南巡 却走不过去了 他都将身子弯成了九十度 却仍是够不着那门把 南巡很庆幸 这链子足够他去浴室 四周静悄悄的 南巡大吼大叫了几声 无人回应 弱大的别庄里 一个人也没有 李老爷子也不在 就好像所有的人都被历琛 支开了 整个别庄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或许还有一只野兽 南巡摸了摸自己饿别的肚子 对小八道 李晨要是再不回来 我可能就要被饿死了 我这里呢有一颗壁骨丹 但是吧 给你吃了之后 你很有可能就吃不下饭了 那你给我吃一颗 不行不行 你吃完之后露馅了怎么办 绝对不会 我肚子大 再吃两桶面也没问题 好小八 你就给我吃一颗吧 哎呀 好吧 撒娇的女人 真是让兽无法拒绝 吃了壁骨丹的南巡 无聊的在床上打滚 喂 你在搞什么 哎呀 这么柔软舒适的大床 我怕下个世界睡不着了 拜拜 本集结束了 喜欢听的话要订阅哟 哦 还有分享哦 下集见